南阳府上的何夫人心善 三年时间内 收养了不少街上的乞丐 更是自掏腰包 江方李茂美帝姑娘也输了出来 应有何夫人的存在 南阳府上出奇的平静 只不过令百姓们感到奇怪的是 何夫人只收养女孩 街上的南乞丐何夫人从未收养过 但何夫人心存善意 每次都会给南乞丐一些银子 时间长了 街上也不再有乞丐了 为此 官府人员没少到何夫人府上去 又是夸赞又是送礼的 差点就将何夫人捧上了天 没办法 毕竟有何夫人在 官府人员可是省了心 大家好 这里是官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何夫人声望大 百姓们一传时时传百 将何夫人描绘成了仙人 不少人都爱戴何夫人 说何夫人人美心善 是个大善人 何夫人对此乐此不疲 善事做得更多了 且说在南阳府百里之外的乡下 有一户流姓人家 这家中人丁旺盛 刘大锤的媳妇儿李氏连续生了三儿子 第四个孩子是个女孩 可把刘大锤高兴坏了 但奈何家中贫困 两个大人尚且填不饱肚子 更何况是家中四个小孩子呢 刘大锤和李氏 这是又高兴又难过 眼看闺女儿 也没有奶水饿的直哭 周围好心的邻居 不禁为上来说道 闺女儿细皮嫩肉长得好 这要是放在城里面 说不定就被何夫人收养去了 邻居的一句无心之言 让刘大锤和李氏动了心思 是啊 这孩子跟着自己也是受罪 要是有机会被何夫人收养了去 这孩子岂不是有了想不尽的福气了 想到这里 刘大锤和李氏不禁暗自做了个决定 当天夜里 李氏和刘大锤赶着驴车 缓缓朝着南阳府中行进 驴车走得慢 一家三口第二天下午才到南阳府上 寻到何夫人家附近 夫妻二人这才安顿了下来 当傍晚临近 天也慢慢暗了 街上的百姓也越来越少 李氏抱着小女儿 来到何夫人家附近的一处小巷之中 狠了狠心便将小女儿放进了竹篮里 李氏望着小女儿可爱的面容 不禁喃喃说道 孩子啊 不要怪娘 娘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跟着穷苦的爹娘 你吃不饱穿不暖 爹娘心疼你 将来以后跟了何夫人 你有想不尽的福 只有你幸福 娘才会放心 李氏恋恋不舍地放开女儿的小手 跟着刘大锤便离开了 煞世间 女娃娃的哭声响彻整个小巷 刘大锤和李氏没有走远 反而藏到另一处黑暗的角落里 一直观望着何府何小女儿的方向 此时月色正浓 女娃娃的啼哭声也越来越响亮 可李氏和刘大锤等了好一会儿 都不见何夫人有动静 听着小女儿哭声嘶哑 李氏心中不忍说道 孩子他爹 不然我们把娃儿抱回来吧 再这样哭下去 我怕他断了气啊 刘大锤虽然也心疼孩子 可他想的却十分现实 赶忙一把拉住 要冲出去的李氏说道 谁不心疼孩子 可孩子跟着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跟着我们也会被饿死 还不如留一线希望在何夫人身上 夫妻俩正说着话 就见不远处何府的大门 枝牙一声就被推开了 紧接着一道靓丽的身影 从何府中缓缓走了出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人人爱戴的何夫人 见到何夫人的身影 李氏河流大锤赶忙闭了嘴躲了起来 何夫人静止朝着竹篮走来 她打开竹篮发现里面是个女娃娃 紧接着她四周望了望 见没有人 这才将女娃娃抱了起来 看着女娃娃晶莹剔透的小脸儿 何夫人不禁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躲在暗处的夫妻俩 见孩子被何夫人抱走了 心中虽有些不舍 但还是欣慰地笑了笑 此时此刻 夫妻俩殊不知 孩子这一走 便是永别了 一开始的时候 李氏常常偷偷摸摸到何府附近看孩子 她也常常会看到 何夫人抱着孩子到外面晒太阳 一晒就是三七二十一天 李氏看着自己的孩子 被何夫人养得很好 心也便放了下来 然而到了第三十天的时候 李氏忽然就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以为是何夫人有事儿 李氏也没多想 可时间一长 李氏察觉整个何府安安静静的 好似没了人气而一样 李氏不放心自己的孩子 便想着趁机偷偷摸摸溜进去看看 这天一早 李氏见何府门大开 没一会儿就有小司推着干水桶走了出来 李氏灵机一动 趁着小司不注意就藏了进去 一直到进了何府 在也没有动静的时候 李氏才悄悄跑了出来 何府很大 四周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 放眼望去青一色都是貌美如花的姑娘家 只是领李氏感到奇怪的是 这些人走路轻飘飘的 表情木讷 也不说话 趁着整个何府死气沉沉 十分可怖 李氏顾不得这些 小心翼翼走在何府中 寻找着孩子的身影 但李氏转来转去 却始终找不到 李氏心中不由地焦急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处房门被推了开来 李氏偏头看去 就见何夫人缓缓走来 而上一瞬还在溜达来溜达去的姑娘们 纷纷停下了脚步 一个个垂着头 一声不吭地围在走廊两边 李氏见状也不敢轻举妄动 连忙学着他们的样子 也垂头站在了一边 不一会儿何夫人便走了过来 静止便朝着某个房间走了过去 带何夫人进了门 走廊上的姑娘们才有了动静 一个个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 李氏心中有意 悄悄来到房门口 戳开窗户纸就忘了过去 只见偌大的房间之中漆黑无比 唯有一根蜡烛立在桌案之上 而在桌案之上 有一个熟悉的小身影 李氏定睛一看 那小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小女儿 此时此刻何夫人站在桌案前 轻轻拂过女娃娃的小脸儿 女娃娃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没有哭 反而咯咯笑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房间中风声大作 吹得桌案上的蜡烛摇曳不止 何夫人站在风中窥然不动 下一瞬 她的嘴张开 紧接着 一缕缕白烟顺着女娃娃的脑袋 便钻了出去 静止朝着何夫人嘴中飘去 一炷香过后 屋中恢复平静 李氏再一看 桌上的女娃娃已然变成了枯骨 李氏吓了大跳 慌忙便捂住了嘴 此时何夫人缓缓睁开了双眼 对着桌案上的女娃娃吹了口气 女娃娃顿时便如同吹了妻儿的皮球一样 恢复了原样 随即便自主下了桌子 朝着门口的方向轻飘飘走了过来 李氏不可置信地瞪着双眼 浑身也不住颤抖着 眼见两个人就要过来的时候 李氏猛地反应过来 拔腿就跑 何夫人究竟是什么妖怪 竟然能将一个人变成枯骨后 又恢复原样 李氏心中害怕 可想到刚刚经历着 一些事情的可是自己的孩子 李氏不禁默默流下了泪水 李氏回到家后 将自己看到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丈夫刘大锤 可刘大锤确实不肯相信 何夫人是何许人物 南阳府的大善人 再说刘大锤本就不相信牛鬼蛇神之说 边骂李氏不懂事 还说李氏是太累了 出现了幻觉之类的话 李氏心中憋屈 又不知该同谁讲 本想着要报官 但想到自己所说之言 自己的丈夫都不相信 外人就更不可能相信了 李氏只好放弃了报官的念头 听闻在南阳府的东边有一个道观 道观中有个清玄道士 任何牛鬼蛇神见了他都得绕着走 然而李氏到了道观的时候 却得知清玄道士有时出了远门 近期不回来 李氏只好给清玄道士留下了一封信 信中说明了自己的情况 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李氏走投无路 想起小女儿可爱的面容 回到家后不禁是以泪洗面 此时李氏心中后悔不已 若是当初不把小女儿送走多好 他李氏就算是砸锅卖铁 也会将孩子养大 这时候李氏终于明白 孩子最大的幸福或许不是吃饱穿暖 只有有了生命 一切才有希望 可是何夫人声望大 她自己若是贸然拆穿 并不会有人会相信 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 孩子就不回来 还把自己给害了 李氏眼含泪水呆呆望着窗外 现在他能做的 只有等待 他相信这事上有因果循环 做了恶事的人 一定会受到惩罚 彼时 在众人不知不觉中 道观一夜之间变了一个样儿 门前挂上了红杏芳的招牌 芳中更是美女如云 其中有花魁青儿尤为出众 雪白的肌肤 一头绣发垂肩 一双星某 射人心魄 这天晚上 青儿身穿薄纱在红杏芳外弹曲儿 引得无数百姓前来观看 青儿一双星某一边看着手中琴弦 一边有意无意地打亮着眼前的人群 直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出现 青儿这才勾了勾唇 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一曲过后 众人还在意犹未尽的时候 青儿却是不合时宜地落下了泪水 随后便听青儿哽咽说道 一落红尘身四海 青儿来到这里已有三年时间 一直都在等待有缘人将青儿熟出去 奈何很多人都对我发过誓 但却没有人兑现诺言 众人喜欢我 却不爱我 今日过后 或许这世上就再也没有青儿了 青儿说着话 转身便弃琴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人缓缓走到人群之前说道 青儿姑娘 请留步 闻声青儿回过头去 就见到一个雍容华贵的女子 出现在人群之中 青儿愣了愣 就听到周围百姓欢呼道 何夫人 是何夫人 青儿有救了 青儿一见是何夫人 赶忙微微欠身说道 何夫人 何夫人笑着点点头 走到青儿面前 便殷切地将她的手抓在了手里 十分热情地拍着青儿的手说道 青儿姑娘 这往后还有大把的生活要过呢 怎能说走就走 今日我出百两银子为你赎身 从今以后 你就来我何府上过吧 青儿满寒感激地点了点头 她的手不停揉搓着何夫人手上虎口的位置 那里竟然有一颗巨大的黑质 青儿瞇了瞇眼 随即便笑了起来 与此同时 周围恭维的声音此起彼伏 何夫人真是大善人士啊 摆两银子 何夫人说出就出 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青儿姑娘遇见何夫人 真是好福气啊 在众人簇拥之下 青儿跟着何夫人上了轿子 朝着何府缓缓行驶而去 走着走着 周围的喧嚣声越来越小 马车载进了何府之后便停了下来 奇怪的是 前方的车夫这一路都没有动静 被拉了缰上的马 也没有发出任何私鸣之声 反倒是何夫人 一直面带微笑地看着青儿 那微笑满含深意 看得青儿不由地脊背发凉 进了何府之后 青儿被安排在 距离何夫人最近的一个房间 何夫人更是十分贴切地 给青儿配了两个小丫鬟 两个小丫鬟神情呆滞 一言不发地将青儿带去了育房之中 一番洗漱过后 这才带着青儿回了房 在何府的这几天 何夫人每天都会带着青儿出门晒太阳赏花 每天吃的有肉有菜 瓜果更是应有尽有 不出半个月 青儿的皮肤越来越好 整个人的身材也变得匀称起来 与此同时 跟青儿同吃同住的还有一女子 这女子亦是青楼出身 名叫翠和 无样没得挑 就是为人胆小如书 一到了夜里就不敢出门了 眼看一个月就要过去的时候 翠和忽然间变得神神叨叨的 拉着青儿在何府中四处躲藏 可无论躲到哪里 都能看见何府中行尸走肉般的姑娘 青儿见到翠和这般 不禁诧异问道 翠和究竟发生何事 你为何这般胆小 这何夫人不是个大善人吗 来到何府你应该感到庆幸才对啊 翠和确实疯狂摇头说道 不是不是这样的 我是被老妈妈亲自送来的 老妈妈还收了何夫人一百两银子 而且这何夫人可不是什么大善人 他是个妖怪 你看这里这么多人 但他们都面无表情的 其实他们已经死了 只不过被何夫人用秘法复活了而已 咱们在这里 看似过的幸福 但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像他们这样的 翠和的一番话 让青儿若有所思 隔天夜里 翠和和青儿被叫到何夫人房中进食 刚吃了没两口 翠和便头意外摔倒在地 青儿发现饭菜有问题 也连忙跟着翠和一同倒在了地上 片刻之后 屋子里陷入一片黑暗 直到蜡烛点燃 才微微亮起了烛光 就在这个时候 青儿用余光看到何夫人 青儿一举的将翠和抬到了桌案之上 并将翠和全部衣物退去 随着一阵阴风吹过 何夫人大掌开口 翠和身上的灵气便朝着何夫人慢慢飘了过去 刹那间 翠和从一个活生生的人 变成了一具枯骨 紧接着 何夫人朝着翠和吹了口气 翠和立马就恢复了原样 只是她双眼无神 走路也是轻飘飘的 这样的场景 和先前李氏看到的一模一样 躺在地上的轻而不禁握紧了双拳 何夫人满意地扎了扎嘴 带风声停止 便朝着地上的轻而缓缓走了过来 又是轻而一举地抬起放下 何夫人望着轻而美丽的面孔 不禁低声呢难道 真美啊 忽然就舍不得了 可是 何夫人说着 便轻轻抚上轻而的脸 她的手慢慢向下游走 随即便伸手将轻而的衣襟扯开 何夫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两个圆滚滚的大苹果 就从轻而衣服里滚了出来 何夫人大惊 慌忙扭头看去 男人 你竟然是男人 何夫人惊叫道 顿时眼神就变得很立起来 与此同时 桌案上的轻而也忽然睁开了双眼 一双金眸看向何夫人的时候 何夫人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道观里的那位清玄导师 天生一副女像 设人心魄 却没想到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你刚发现啊 你这老妖婆虽然脸还年轻着 可你这双眼怕是早就看不清了吧 不然我这两颗烂苹果这么明显 你怎么会发现不了呢 清玄勾唇笑着 何夫人缓了好一会儿 脸色这才平静下来 男人又如何 看你细皮嫩肉的 怕是也娶不到老婆 不如从今以后就为我何夫人笑吏 有你好处拿 清玄金眸一瞪 手中金边扬起 朝着何夫人便飞身而去 想得美 老妖婆还不快束手就擒 就凭你 臭倒是少管闲事 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何夫人说着 张开大口便赢了上去 殊不知 清玄早知何夫人落点在何处 手中金边朝着何夫人手上挥去 顿时便冒出阵阵黑烟 只听何夫人一声惊叫声传来 紧接着便摔倒在地 原来当初在何夫人握住她手的时候 就察觉到何夫人手腕处的不对劲 经过几天的观察 清玄断定 何夫人手腕上的黑质 就是她之命落点 此时何夫人躺在地上 手上的黑质被金边抽打的那一下慢慢扩大 紧接着便爆裂开来 瞬间一股股浓郁的灵气便冲向屋外 与此同时何府上下的人们纷纷恢复了意识 有了生命力 而何夫人因灵气的消散 原本年轻的模样眨眼间皱纹蔓延 貌如老玉 何夫人的丑事被揭露 众星捧月的地位在一夜之间落到地面 如同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原来何夫人从前的确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子 然而在她帮助这些姑娘的时候 心生恶念 看着一个个姑娘貌美如花 而她自己却在岁月的蹉跎中 渐渐变老 何夫人心生不甘 为此和一个黑道人学得秘法 将人的灵气汇入自己体内 从而让自己变得年轻漂亮 但是从前的殊荣 也让何夫人感到荣耀 倘若自己做的这些事情被发现 那么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何夫人又将一部分灵气 汇入姑娘们的身体之中 这样他们生不会死 就像先前李氏何清玄看到的那样 这些人们虽有着生命力 但却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生活着 年轻的姑娘们逃脱牢笼 李氏何丈夫刘大锤 也赶忙来到何府 江小女儿紧紧抱在了怀里 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简单 从前李氏何丈夫不明白 以为孩子离开自己 去到另外一个家庭 吃饱穿暖便是幸福 但经过劫后余生他们才知道 幸福不是别的 而是无论贫穷还是富裕 一家人还能够在一起 才是最大的幸福 何夫人的悲剧令人发指 更叫人惋惜 一步错步不错 善恶一念间 从前善良的何夫人 就是在那一瞬间选择错了方向 这才酿成了如今的结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你 谢谢你 感谢观看